陕西两岁半幼童遭暴衰死亡 拍摄者和犯罪嫌疑人或涉嫌多项罪名 陕西宝基两岁半儿子遭父亲酒后暴衰 孩子送医后未能抢救过来 8月20日 一则男子两次暴衰幼童的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 警方通报称 嫌疑人刘某酒后与女友因两人所生小孩抚养问题起争执 将小孩抛摔在沙发上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如果拍摄者是妻子或者家人 明知丈夫要摔死孩子 有义务去阻止 但他没有阻止 从而造成危害结果发生 拍摄者的行为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所谓不作为是指犯罪人有义务实施 并且能够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 而未实施的行为 即应该做也能够做而未做的情况 第三 行为人未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即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孩子的伤情是决定了这个案件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因为按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公安机关认为他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